武统下野迈入第二年了 经历了退党潮 马化闹着要分家 最终却留在国阵 武统主席阿末扎西告假之后回归 无一正式联姻 再到国阵赢下了四场补选 武统是不是已经一扫过去的颓势 正准备要重振起古潮 下一届全国大选迈进了呢 或许从武统今天举办的 B榜代表大会上 各位看官们可以找到一些端倪呢 巫统大会昨晚拉开序幕后 巫青团 妇女组 女青团三大必绑 今天早上各自举办了代表大会 不过记者走了一圈巫统总部 明显感受到会场里是冷冷清清 少了过往巫统执政时 会场内外人挤人的盛况 既曾也没有展现出 补选狂胜后的士气高涨 党员不给力没关系 巫统的盟党们还是给足了面子 国大党青年团团长迪纳兰 和马清总团长王小婷 都纷纷率领党员前来衝场 出席巫青大会 相比起去年只能默默在海报上亮相 现在已经和巫统正式联欢的一党 今天更是率先派出了青年团长凯利尔 出席巫青大会 获得了党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在大会上 巫青团长阿斯拉夫是火力全开 现场更是多次炮轰 从敌对阵营的行动党 谁要评论 一看到那集现身 在场的党代表们都兴奋地高喊口号 欢迎Vosko的到来 巫统如今左拥马华国大党 右抱一党 坐享其原之福 由巫一主导的国家和谐联盟 Muafakat National 也成为了整场巫青大会的主旋律 阿斯拉夫更当场提出 要新唤一党和旧爱马华和国大党 共处同一屋檐下的建议 阿斯拉夫也认为 国家和谐联盟 不应该专属于特定的政党 而且国阵从1973年 组成至今已经46年了 事实后调整步伐 迈向国家和谐联盟的合作方程式 来恢复大马昔日的辉煌